新型冠狀病毒並沒有減退的跡象 為了預防病毒在學校傳播 教育局就由農曆新年開始宣佈停課 也建議學校善用電子平台 做到停課不停學 但他們平時在家裡是怎樣上課的呢? 難道好像我平時在直播一樣? 好,你們有準備好嗎? 你好,Alpha,那是Kayla 好,我們今天要看看這項項 我會和你的手機拍攝也分享 Janny老師,你等一會要跟學生上課 其實這件事還要怎樣設置 其實你看到我現在桌上有幾個工具 電腦、平板 我就會用電腦去做我的視像教學 即是同學會用電腦 就會看到我的樣子 我也會看到他們 可以聊天、溝通、互動 同時我也會用一個平板 去操作第二個教學軟件 在平板上會有一些活動 有一些紙紙可以給他們發放 可以叫他們交功課 就像我們平時使用的白板的功能 好,現在你可以準備好 自己操作 我會隨便把你們放在三個房間 我將他們分成小組 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裡 做一些群組的工作 剛才我進入了一間房間 我可以進去另一間房間 就去看看他們逐一點 聊一點有什麼問題 或者他們有問題 其實他們舉手 我會進入他們的房間 我會經常分享很多資訊 關於他們的家庭 因為他們是H2E的討論 有一群來自不同中小學的老師 在2016年的時候 成立了香港翻轉教學協會 他們在這段疫情期間 利用自己的專長幫助老師學習 如何運用不同的方法上課 反轉教學在房間裡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香港反轉教學協會 其實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香港提倡一些創新的教學法 去提升一些教學的效能 我舉個例子 最出名的 或者我們最原本的 一開始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開始拍一些教學影片 去給學生可以備課 或者課堂之後再看 這個我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教學的資源 也都近來開始有些 我們提倡一些利用不同的應用程式 去增加課堂之間的互動 去增加教學的效能 又甚至乎近來 由於這個疫情的關係 開始有些停課 我們就提供一些資訊給老師 告訴老師用什麼平台 可以更容易在網上 跟同學做一些有效的溝通 去繼續延續教學的過程 這個叫做一個學習群體 可以很互動、很dynamic 可以很多人一起分享意見 反轉教學協會 就是由我們會長夏志雄老師提起的 那時候應該是2016年 其實都是想聚集一群 有興趣做一些創意教學的老師 去做一個協會 在這個我這麼小的房間裏面 就是我的室室 因為坦白說很多老師都沒有一個 實際的設備 我坦白說拍片去教學這件事 我想在香港只是實行了大概 很熱鬧就是這四、五年的事 所以你也沒理由叫老師 去特地靜一間房間去拍攝 所以通常突然架寶就是這樣 最簡單的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 你按一次、兩次、三次 你就有很多影片 所以它的apps 這個其實是一個外面的團體 搞的一個老師叫做webinar 其實就是一個網上的一個講座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不可以外出 所以大家就想 怎樣可以做一些專業的發展 所以就不如用一個網上的形式 開一個網上的會議 教大家怎樣可以在這段時間裏面 跟同學補課網上 這段時間是一個很有趣的 很experimental的一個時間 因為譬如我們以前 都有做很多不同的分享 或者經常有空間的限制 現在就沒有空間限制了 大家就在家可以坐在那裡聽 吃著東西 或者小朋友在那裡走來走去 但你又可以做到自己工作上的事 現在用了這個會議的方式 就似乎打開了一個新的機會 給老師去做一些分享 或者進修 在這段疫情期間 由一開始探討 用什麼不同的平台去做教學 怎樣在小學裏面 進行網上學習做好一點 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討論 即是自發性我們自己的幹事 都拍很多很多很多的片段 在裡面做很多分享 其實同時間 因為我們另外也有一個 叫做翻轉教學的會員的平台 然後也都會將這些片段 或者我們的心得 就會在那邊分享 所以你說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主要會做很多的 自己教學上的探討 我們自己會員有很多的開會時間 也都會自己去研發一些新的教學法 接著就做一些分享 這個停學是不知道停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可以說這件事是一件壞事 也可以說是一個好事 我這孩子告訴我 他三年級 他已經看完六年級的片 是否很棒 同學的自發性是很高的 只不過你將教的東西放上YouTube 何樂而不為 所以剛巧這次的疫情 其實坦白說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給老師去有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轉型 這個period 其實是會改變香港的教育系統 一定會改變 我想不出的十年之內 一定會有一個重大的翻新 在教學的模式上